好,同学们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新的课文 有意的开始 有意的开始 好,那我们先学习几个新的生词 第一个,蓄水池 请跟老师读蓄水池 这是蓄水池 蓄水池是用来存放水的 蓄水池是用来存放水的 那没有水的时候 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蓄水池里的水 第二个,照顾 照顾 照顾 我们后边常常加 照顾某个人 名词 我们可以说 这个孩子生病了 妈妈照顾生病的孩子 妈妈照顾生病的孩子 那如果有人照顾你 我们要对他说 谢谢您 谢谢您 我们可以说 谢谢您的照顾 谢谢您的照顾 好,下一个字 什么字? 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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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远的地方 我们从远的地方 传来 我们可以说 传来声音 传来味道 传来消息 第一个例子 老师在教室的外面 老师在教室的外面 听到教室里面 有读书的声音 所以老师可以说 从教室里传来读书声 从教室里传来读书声 那下一个 妈妈在厨房 做饭 孩子在客厅 那孩子说 从厨房里传来 饭菜的香味 从厨房里传来 饭菜的香味 好,下一个 留神 留神 留神是小心 当心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小心呢? 第一个例子 马路上车很多 过马路 要留神 马路上车很多 过马路 要留神 好 我们常常会说 一不留神 就怎么样 不小心 一不小心 就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司机 他一不小心 就怎么了 撞到了人 这个常常是不好的事情 司机 一不留神 就撞到了人 司机 一不留神 就撞到了人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孩子 他一不小心 怎么了呢? 孩子一不留神 打碎了花瓶 孩子一不留神 打碎了花瓶 老师 老师 昨天 不小心 一不小心 怎么了呢? 丢了五百块钱 老师可以说 我一不留神 丢了五百块钱 下一个字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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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只用脚 他踩着一个足球 他踩着一个足球 我们看 这是蚂蚁 他一不留神 踩死了一只蚂蚁 他一不留神 踩死了一只蚂蚁 好 我们再看 下边 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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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的喊 大声的喊 我们看 女生 他看到蟑螂的时候 会尖叫 很大声音的喊 你们在什么情况下 会尖叫呢? 我们有一个玩具 这个玩具 它的声音很大 我们叫它尖叫机 你们玩过吗? 下一个字 嘴 唇 嘴唇 这是我们的嘴唇 还有上嘴唇和下嘴唇 下一个 顿 顿 顿 是我生气的看 很生气的时候 顿眼睛 看他 他很生气的 顿了我一眼 顿了我一眼 我很不喜欢 我很不喜欢 所以我顿他 所以我顿他 下一个 安慰 安慰 安慰朋友 安慰同学 我们看 他很伤心 他很伤心 所以他 安慰他 可以说 他在安慰 他的朋友 他在安慰 他在安慰他的朋友 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安慰人的人呢? 今天我们学的声词 就是这些 请跟老师来读一下 去水池 去水池 照顾 照顾 传来 传来 流神 流神 踩 踩 尖叫 尖叫 嘴唇 嘴唇 瞪 瞪 安慰 安慰 好